我今天有預感的感覺我們順便會撿到第二盤炸雞 大家好 我是不覺得約的Steven他是西洋 現在呢我人跟西洋呢來到了東大門 雖然說我不知道他之前有沒有來過東大門 你覺得你之前有來過嗎 有點似曾相識的感覺 真的嗎 那來到東大門呢除了買衣服之外 現在沒有讓他買衣服啊 因為他剛才去高速Terminal已經買了很多了 我們今天呢要帶他來吃炸雞 大家都知道韓國炸雞片太有名 你應該也知道吧 那他有非常多的分店 那現在在很多台灣都撤到 譬如像是BBQ BBQ你看旁邊那邊有 我沒聽過耶 台北跟台中 台中都已經開到第二家分店 就有些炸雞品牌已經跑到 像Nene也有 現在台中跟台北都有 我都沒聽過耶 就很多品牌呢都已經有到台灣去了 但是今天我要帶西洋來吃的 就是在台灣吃不到 就在我們的時候這家 DHC 我跟你講這家是我自己個人認為 在韓國境內吃有口味的炸雞 就是你如果是吃原味 他可能不一定最好吃 可是如果是吃鹽有 就是有口味的炸雞的話 我自己推他 他口味好像很多齁 對而且他的口味每一個都很好吃 而且他是由全濟鹹代言 到現在都還是 但現在廢話不多說 我來帶西洋去領會一下 韓國炸雞的魅力吧 九逢兩年的炸雞 你期不期待 走不走上 感覺好像 還蠻好吃的 沒有因為這家是我真的 欸我看到 他我看到很多地方都有噴墊 我只要查那個地圖 幾乎很多地方都有憋去吃 只要是那種很熱門的點 你一定都會有 喔今天人很多耶 走走走不趕快進去 這樣就很多 這樣很多啊 平常我來都沒什麼 所以他肚子太高 他受不了 他先透視整個 不是這聞起來好香喔 那個煙蘿蔔 他可能比較開胃 這是很開胃的啊 那很我不喜歡 蛤? 你怎麼不可以 因為我想要等炸雞來再吃 欸這個 蠻酸的耶 對啊他們的一般都煙蘿蔔 你不是不喜歡酸的嗎 可是因為吃完炸雞之後 再吃這個 他馬上那個油膩感就去掉了 欸這個 是喔? 對他這其實是就是給你 他這個可以再去嗎? 可以啊 真的喔? 可以啊 腳踏踏踏踏踏感覺不太可以 好各位 大家可以看到我們炸雞上桌了 那我點的是 因為我想讓西亞試試看 經典的韓國羊牛口味 就我們一般羊牛的話 中文好像都翻甜辣 它看起來很像糖醋醬 對韓國的羊牛就是這樣 就是它是外面會裹上一層醬 但當然那個醬的口味 每一家店會有點不同 但是一般的羊牛 只要講到羊牛 就會是長這個樣子 除了可能顏色有些比較紅 比較深 比較黑 可是都是有個醬在上面 然後另外一邊呢 就是BHC 推出來的新口味 避風糖 這個好像是蝦子 你知道為什麼它會叫避風糖嗎? 不知道 避風糖是在中國有一個 連鎖餐廳 叫避風糖 非常有名 那它裡面有一道名菜 我忘了這道菜叫什麼名字了 可是它裡面有一道菜非常有名 就是 它是好像蝦子還是什麼 然後上面有很多這種 像炸雞的那種炸粉在上面 然後一盤這樣子 喔 這就是為什麼它會把它叫避風糖 那大家可以去 不知道為什麼有避風糖呢 可以去Google一下 中國有家餐廳避風糖 它的名菜就是長這個樣子 它只是可能用那個口味把它摳比到炸雞上 喔 我聞它的味道有一點蝦味 對 它的菜單上寫蝦味跟大蒜 對 那這個口味我覺得 因為我也沒吃過 所以我們就來試看 那你想要先吃哪個口味 啊?不用戴手套 我是懶得戴手套 反正它有給獅子雞 等一下吃完直接插手就好 你手很炸 你沒洗手 快了 你要先吃哪一個 你先吃洋肉的好 我在旁邊都口水狂流喔各位 怎麼樣 喔 好吃 欸好吃欸 它吃起來不會油耶 然後醬很好吃 甜甜辣辣的 哇 打開鍋 我隔鋒兩年了 超級興奮 好吃喔 嗯 可是它肉汁超多 大家看 它整個滿滿都是肉汁耶 因為之前我來BSE 我都是比較常買 它的咖哩 我很喜歡它的咖哩 它咖哩很好吃 是喔 對 可是因為 現在好像沒有那麼愛吃咖哩 所以我想說 算了你就試試看辛口味跟羊肉 它這個羊肉是好吃的 嗯 它的羊肉我比較少吃 但是吃了之後呢 我覺得 下次那你去吃BBQ 就是隔壁樓下的那個 它的原味跟羊肉似的 好像算是韓國的經典 嗯 但是我覺得 欸 這家BSE的羊肉不出那一家 我今天有預感 感覺我們順便會煮到第二盤炸雞 好吃對不對 好吃 那接下來 來 你來吃吃看新的避風糖 好 這口味我也沒吃過 這是雞腿片啊 這我剛剛 插過 然後不能偷吃的 好 這個感覺跟那個 肯德雞啊 麥當勞的那種炸雞 很像喔 就是它那個皮 都是這樣脆脆的 豬皮 避風糖新的 嗯 很像在吃肯德雞跟麥當勞的炸雞 啊 真的喔 那好吃嗎 好吃啊 這兩個口味覺得哪個比較好吃 我兩個都喜歡 因為我其實比較少吃炸雞 是因為 尤其是麥當勞真是很得見 因為他們的皮都是會像這樣 然後油油的對不對 對 所以我之前不是都會把皮剝掉嗎 對 可是它這個是我會連皮一起想吃 都不會油膩 不會覺得很油膩 是這個還假的 真的你吃看看就知道了 真的喔 好 那我拿一塊小子 好 清的喔 避風糖喔 我們來囉 很像在吃肯德雞炸雞 還是這個吃起來 其實我覺得很接近BBQ的原味 它這裡面的蝦味跟大蒜味 我覺得沒有很濃 就有點像是韓國原味炸雞 淋上一點點 一點點的蝦粉跟大蒜粉的味道 那很香耶 很香是很香 可是就不會像這個來的這麼有特色 嗯 對不對 可是它如果你一直吃這個 你也可能會覺得膩 然後偶爾換一下這個 就是不同感覺 它的皮真的不會油膩 我覺得沒有那麼油膩 好吃耶 你看我連皮都吃了 我沒有把它剝掉 我覺得它很厲害的是 它後面不會讓你油膩 它裡面的肉粽 它都吃到不想講話 欸肯超壞了 而且 我相信現在大家 超多觀眾在螢幕劇裡面 就一直 經驗科手 你看我這邊都雞肉喔 然後我要沾這個 羊牛的醬子 可怕你連手都吃進去 好幸福 我要跟大家講一下 因為 我在點的時候 它的菜單上面 並沒有寫說這個 避風糖跟羊牛 可以盤盤 但是你直接問它 其實都是可以盤 教大家比較簡單啦 如果韓文不會的話 那你要盤的話 你就直接指著這個口味說 你可能指著避風糖 然後指著另外你想要的口味說 盤盤 太漂亮了 這樣他們就聽得懂了 嗯 我要說 欸我 我很少看到西亞吃油炸食物 吃得這麼大 這麼豪邁 然後各位 我們呢吃完了 雖然說炸雞還有剩 欸我沒想到 欸你說你會吃得完 然後回去還要吃泡麵 欸其實讓我有點驚訝是 它的份量 比我想 記憶中要多欸 我以前來吃 好像沒有這麼多欸 欸我好像吃的這個有兩塊吧 然後你吃了幾塊 這個我要吃兩塊 這個我要吃了幾塊 所以它 它七塊 它通常這樣一盤 就是一隻雞 哈馬力 他們這個份量我覺得 我覺得比起錢要多 那時候他們 因為我好像之前有看過 像他們說韓國炸雞我在漲價 可是好像 有些店家為了要補那個茶價 他會把份量多一點 我在想 不然我覺得這樣的份量 因為我們兩個其實 今天都沒有吃其他東西 就專門來吃炸雞 沒想到還有剩 看起來份量很多 那 現在吃下來你覺得咧 給個評語 好吃 就是會想再來吃 就是會想吃炸雞 會想再來吃 看起來大家應該很快就可以看到其他品牌的炸雞 的影片 因為西亞看起來也蠻愛的 我自己是 下次等到你吃了夠多之後 我再帶你來吃就是 咖哩的嗎 對 因為我真的很喜歡吃那咖哩 超好吃 超好吃 那 我今天吃下來呢 我是覺得它這個避風旁新口味 我覺得也蠻好吃的 這兩個的話 其實我會比較喜歡這個 可是它吃起來 就實在是有點太像台灣 KFC或麥當勞的味道 但它沒有那麼優 對 可是就味道特別上來講 我會覺得 因為這是台灣吃的到 類似的味道 我就比較不悶 但是 羊肉呢就是 如果大家有來BHC 它的羊肉啦 咖哩啦 呃 起司粉啦 必推 超級推薦 那大家下次來BHC呢 真的 台灣吃不到的味道 來韓國一定要來試試看 相信我絕對不會錯 畢竟 這個沒有吃過的都怎麼樣 不愛吃油炸的喔 都 我吃那個 就是像你說 KFC 然後跟麥當勞的那種炸氣 我可能都吃一兩塊 因為我不是很喜歡吃 不然就是把皮都剝掉 對 對 但是我今天吃超過四塊 好像四五塊 在台灣不吃油炸的人 來到這邊都可以接受 所以 那非常好的業配廣告 但是 BHC是 台灣目前吃不到 而且我也是強力推薦來試看 真的是好吃 好啦 那今天這集影片就是這樣 大家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幫我們訂閱、按讚、分享 加看小孩道 你的任何按讚跟留言 跟我們兩次摸大的支持跟鬥力喔 那我們就下集再見囉 我一直很擔心 他那個音樂波超新鮮的 我都把錢的問題 他在那邊都那麼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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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